给我拿五千块钱 我打算跟我闺蜜带小孩一起出去旅游 跟你闺蜜带小孩出去旅游 对啊 你闺蜜家那么有钱 我们家那么穷 怎么能跟人家约一起去呢 怎么就不能约一起去呢 我们跟人家可不是同一个阶级的 那为什么人家能玩我就不能玩呢 没有也可以玩呢 就干你怎么花了 人家有钱人家旅游 那是人家的平常的事情 我们没有钱 我们就先不搞那些了 先不要旅游了 我要的是几万吗 我就要五千块钱 五千块钱也是我一个多月的工资 是吧将近两个月的 那你赚钱不就是拿来 拿来给我跟女儿花的吗 我是赚钱给你们花 但是现在我工资少收入低 给你们花就花在家庭上面 不要花那些没用了是吧 这也是花在家庭上面了 你挣钱都不给我们用 你挣钱的意义在哪里啊 可是旅游有什么用呢 怎么没有用啊 让他多出去见见市面啊 是不是看看外面的世界啊 五千块钱能看啥市面啊 玩的地方啊 住酒店都住不了20天了 那我们也没有打算玩20天啊 玩个一个星期就回来了 一个星期你就花五千啊 一天你都将近花一千了都 一天天就捡捡捡啊 赚到钱也不给我们花 你说你有什么用啊 钱赚到我哪不给你们花 我工资就就那么点 你那么想存钱 那你干嘛要娶老婆和生孩子呢 你干嘛不自己过呢 结婚生死是 人真的事情啊是吧 你没钱那你就不要结婚啊 结婚了让我俩过成这个样子 还不如不结呢 还不如不生孩子呢 结婚 结婚和有钱没钱有啥关系啊 关系大了 有钱生活就好一点啊 你看现在过的什么生活 要五千块钱去旅游都不给 谁说没钱就不给了 就不能结婚生小孩了 没钱你就别结婚啊 别生小孩 最后苦的是我跟小孩 你就应该自己过 我说你是不是又看鸡当了 又听你闺蜜他们乱说啥的啊 我哪看鸡当了 是你自己没本事赚到钱 你还来看你还来怪我看鸡当 那对啊不然 怎么没钱就不能结婚了 我说的都是实话呀 没钱就不要结啊 不要来害别人啊 我不知道这会害你啊 本来就害我啊 你看现在的生活啊 我以为你会想着跟我一起好好过生活 穷点没关系啊 去旅游就不是好好过生活了吗 啊 就是你这个玩都要 要花钱玩 现在没什么钱 你还要花 那花多少吗 能花多少吗 主要是我和小孩开心就行了 有钱在玩嘛 没钱就少玩一点嘛 那你没钱就不要结婚了 就知道跟我说没钱没钱 谁说没钱就不要结婚了 我说的